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东西是怎么样用程式去下载一个网页 那这件事情其实算在C-Shop里面算蛮简单的 因为它物件都写好 那如果你要从头写的话就要了解HTTP的协定 但是如果用它的物件基本上不太需要了解 那我们今天会用它的物件就好 那这样比较快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写一个你就要先传表头给它 然后再传个空格 然后它会把回传的东西传给你 然后你再把它抓下来存储存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方法是使用C-Shop的内定物件 是system.net这一个library里面的物件 好那要讲的第二个东西是网路爬虫 那网路爬虫的意思就是像Google 它的Google基本上它能够为你把全世界的网页 让你搜寻它里面有两个关键的重要元件 第一个呢就是怎么样把全世界的网页抓回来 第二个关键是怎么样子建立那些索引让你很快的查到你想要的关键字的网页 事实上它有一个第三个重要的元件就是怎么样子排序 让比较重要的网页排在前面 那Google当初其实靠的两个独门技术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排序排得最好 第二个独门技术就是怎么样子平行化 把这样的动作呢分散在几万台电脑里面去处理 而不是用一台电脑来处理 那这是Google的独门技术 那我们不会讲到它的独门技术的这部分 我们讲的是不是独门技术 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会的那种 那各位如果看我上课你会比较会发现 我很少讲那种就是就是那种研究性的的题目 那我会比较倾向于把成熟的东西告诉各位 就是那种已经验证过 然后那些东西呢就是就是已经变成资讯领域 可能是程式设计者需要知道的某种基础知识的一部分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我们稍微先执行一次好了 先执行一次 那各位会比较清楚 好那我们会把一个档案读进来 那档案读进来之后呢 就是把这个档案做分割 然后呢印出网址 然后把它那些档案里面的网址下载下来 不过待会我可能想改一下 我想改一下就是因为这样还要读档 有点不方便 我干脆直接用参数来下就好 这样子可能会更容易使用一点 所以我先把它剪贴下来 好那我们呢放到课程的资料夹 好那我新增一个文字文件就可以 那这个叫做DOWNLOAD URDOWNLOAD DOWNLOAD 后面加1通常代表什么什么者 做什么事情的主角 好那我们来稍微编辑一下这个档案 好那我们已经进来了 好那但是呢我想直接改一下这个程式 让大家更容易好了 我们就下载一页就好 下载一页所以这里都不要 那下载一个网页 所以只要一个UIL UIL预设就给它ARGS 应该是从几开始 01 我不确定0还1 待会我们稍微看一下 那我先print console 好我们来看看ARGS0是谁 我先做一下编译的动作 你先做一下编译的动作 感谢观看